那有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啊 你看的人你眼睛有颜色你看到有问题嘛 你眼睛有大变你所以你看你这样转过去都是大变嘛对我来讲 被称为大马最具争议性的电影 原定2014年上亿的孟加拉杀手 如今被定名为孟加拉杀手2.0终于解禁 虽然会得解禁但也被电解局砍了七刀 那当然这一次你们可以比较说 上一个政府解禁三十一刀 这一个政府讲你七刀你应该很感恩 我觉得这些都是屁话不可能感恩的 因为我是一个导演 那请问导演电影就是导演的孩子 那我问你说如果你的孩子 我砍他一根手指就好 不要砍他的脚 不要砍他两只手跟两只脚 这样你要不要感恩我呢 你觉得你身为一个父母你会感恩他吗 这个他砍你孩子的两只手指的这个人 你明白吗这个道理是你问我身为一个导演 你任何一刀我都不能让你砍 而且我不觉得这个电影有什么问题 那有问题那是你的问题啊 你看的人你眼睛有颜色你看到有问题嘛 你眼睛有大便你所以你看 你仰转过去都是大便 听闻发布会 影员们的配件更是亮点 像是近期才爆红的Bosco自演 还有他拿着的包包影射一味非常浓厚 而虽然电影已经被解禁了 但导演黄明志和监视张结伟还是有票房压力 最坏的打算就是第一天我们的院线就把它拉下来 这个是最严重的打算 因为马来西亚的电影都有受到马来西亚的政府的保护 然后就可以规定可以上两个礼拜 在两个礼拜不管你的 没有人看你的电影都好 你的电影都可以在戏眼里面待两个礼拜 而且在最大的hall里面 那这个是马来西亚的保护令 保护本地电影的 可是我们这部电影没有受到保护 不过除了票房 他们还担心其他的问题 当时我们第一部电影《拉斯你妈》那时候 就受到一些种族的抗议 然后去到市院示威 而变成国家还那时候考虑要把它马上拉下来 这个是我觉得我最担心 我希望不会再发生的一个状况 《孟加达杀手2.0》即将在2月28号上映 导演黄明志和监制张结伟 也不忘向大家作出呼吁 我想告诉大家你们要看《曼加达杀》这部戏 你们要带你们的女朋友 还是带你们的妹妹弟弟去看要小心 因为这部戏是十八镜 对我们被判十八镜 就被剪了七刀再被判十八镜 然后再改我的戏名 对这个是比较不开心的地方 可是开心的是大家很多人在网路上 在生活上都很关心这部电影 那你们终于可以看到了 那就快点去看 然后小孩子赶快扮成大人 跑进去一样 最后就会放进去 就是这么小的 大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